疫病關係相當的緊張 談到疫病關係最主要原因 我想是溝通的問題 就是醫生跟病人的溝通 所以說我們出這本書的最主要目的 是藉著書裡面 平常溝通的很難用 所謂的文字來呈現 藉著漫畫 來告訴醫生 告訴病人 我們看病之間的一些溝通的技巧 還有需要有包容心 要聆聽這些 的一些問題 當然在解決曾經醫病關係的同時 我們更需要 有耐心 醫生要有用心 病人也能夠體諒 畢竟醫生也不是神 但是藉著溝通 我們可以達到最好的服務 最好的品質 讓醫病雙方都能夠達到 多影的境地